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没有特别大的问题吧 我觉得还可以继续 这要来分手对不对 有这个想法 但是还得看他怎么想 说说吧 什么原因啊 为什么想分手啊 什么事造成的 就是我们俩谈了时间 其实挺久的了 但是慢慢感觉我们俩谈恋爱 就像在谈地下恋情一样 就是他好像不太愿意 在公众的场合 就让别人知道 我是他女朋友那种感觉 然后我就觉得 特别没有安全感 就我们俩刚在一块的时候 像正常人谈恋爱不都喜欢拍照吗 然后我也特别喜欢 我就想把我们俩恋爱的经历 过程都拍下来 记录下来 然后我每次要跟他拍照 他就特别生气 就不愿意跟我拍 不是啊 你也知道我不喜欢拍照 但你为什么就每一次 都要逼着我去拍呢 我觉得挺好看的 又不难看 我发个朋友圈 他跟我发火 还说我侵犯他肖像权 让我给他删掉 你那是偷拍啊 关键你发朋友圈之前 你也没告诉我一声 而且我觉得那照片本来就 不是很好看 我自己都不愿意自拍 那你发那朋友圈 我觉得就是不尊重我 有的人他确实 就天生也不太爱拍照 我也能理解 但我后来发现 我每次约他出去 去图书馆 或者我们说出去约会 情侣之间 不都是很正常吗 出去看电影 吃吃火锅呀 但我每次约他 他都非要让我到他家里去 不是啊 我觉得出去就浪费时间 而且人又多 因为我们俩那个时候 已经在一起半年多了 还总是在家里约会 我就觉得老师在家的话 真挺无聊的 谈恋爱 我就很喜欢仪式感 但是他每次就会在家里面 不愿意跟我出去 那我觉得在家里 也就很有意思 而且在家里面 也可以有仪式感啊 就你每一次 都会说这个问题 那我周末的时候 我不是也去给你 买你喜欢吃的菜吗 主神我这个人 以前我都不做饭了 自从跟他谈了以后 我才去就是学着做饭 他喜欢吃什么 我都去顺着他来 而且他喜欢看的电影那些 我都去给他下载 就我觉得咱俩在一起 在家都挺好的 为什么非要出去 就是你这样是因为不喜欢 外面还是为了省钱 我不太喜欢那种公共场合 我觉得在家更舒服一点 就看电影 你觉得是家里看得舒服 是吧 对 因为我觉得 两个人在家挺安静的 然后就也有那个氛围嘛 可是电影院播的电影 在家都看不了呀 而且我那个时候就认为 它可能只是宅 到后来我发现 不是宅这个一个问题了 我感觉他就是不想 在共场合跟我见面 好像真的不想让别人知道 我是他女朋友一样 啥意思呢 我过生日 然后我就把我的朋友都喊来 说大家都一起见个面 但他们认识认识 我男朋友嘛 因为也谈了一段时间了 然后都跟他约好了 那天我跟我朋友等了好晚 他都不来 我特别难堪 不是 我那天不是去了吗 你说清楚啊 主持人我只是去得比较迟而已 我还给你跳舞了呀 我也给你准备礼物了吗 不是 主持人你知道他怎么来的吗 他穿了一身 那个小熊的玩偶的衣服 戴了个头套 我朋友都不知道他是谁 我都不知道 他把我拉到边上 没有人的地方 然后把头套摘了 送我礼物 才知道是他 然后我就说 你进去跟我朋友一起见面 说话什么的 他非说他有事 要先走 那我确实是有事呀 我那天确实有专业课要去呀 而且你那些朋友 我也不熟悉 我觉得没有必要 去跟他们打招呼呀 那我过生日 你有事我理解你 我可以让你走 我就让你跟我朋友 见个面打个招呼 都这么难吗 那确实很着急呀 这个也挺奇怪的 我就觉得他是不是 有什么事瞒着我 就不愿意社交是吧 对 我就不太喜欢社交 行 还有什么 我们再听听 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怀疑 他是不是就是 不想让别人知道 我是他女朋友 有一天我就买电影票 特地我赶快买了两张 我就跟他说 票已经买好了 我说你现在 跟我去看电影 然后就快出门 他还跟我说 让我先去 他随后就到 我说行 我就到电影院去等他 然后等了好久 快开始的时候 他没来 来一个女孩 说是他表妹 给我整懵了 我那时候期间 不是跟你打电话说了吗 我说你先去 你离那地方比较近嘛 我说我等会儿就到 但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 不是身体有点不舒服 我也不好意思跟你说 我要说了 你肯定又不开心 又说我什么 因为什么事瞒着你 那我也就只能 跟你说你先去 我看看等会儿 就是情况怎么样嘛 那我后来 确实很不舒服嘛 我只能打电话 给我表妹 我说让她去一下 也是怕你不开心嘛 当时 那我觉得怎么就这么巧呢 我每次刚想跟她 在公共场合出现 她就因为各种事 就来不了 还有什么更神奇的吧 姑娘 还有就是有一次 我说去逛街 她立马给我发信息说 把鞋子全部刷了 然后都干不了 出不了门 那天我真刷鞋了呀 那天你觉得我出去 你也没提前说嘛 是不是 巧合 巧合 这一切纯属巧合 我还给她拍照片了呀 关键是 你不是不爱 鞋子可以拍 我就觉得 正常人怎么刷鞋 会把所有鞋子都给刷了呢 那她万一真的有急事要出门 她穿什么呢 我就是觉得 她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而且她给我拍的那个照片 我一看那个鞋子 就像刚拿水泡过 就感觉是没刷的 那些鞋子你也知道 那都旧了呀 那刷不干净 它就是刷不干净嘛 那我只能刷一下上面的灰 那你非要抓着这点不放 你们俩不是是同学吗 我比她高一级 那你们一起在校园里面 以情侣的身份出现过吗 她不是在外面租的房子吗 除了上课 她基本不在学校吃饭什么的 也没怎么一起出现过 那她在学校有朋友吗 有 但是我不太熟悉 就包括我想把我的朋友 介绍给她认识 她都不太愿意 那你们俩有没有一次说 以情侣的身份 在学校里面出现过呢 有啊 有一次就是说 学校我们办一个那个活动嘛 两个人的默契挑战 她就非要喊我去 然后我那天不是也去了吗 而且你朋友也在那儿 我不是见他们了吗 楚深 你知道她怎么去的吗 我一开始跟她说 她特别不情愿 又跟我生气 然后我就逼她 我左逼右逼不行 然后我就说 那你不去 我们就分手吧 然后她就说 行行行 就特别不情愿地跟我去的 反正也算是去了吧 我也有一点开心 因为我想 这也算第一次 我两个公共场合一起露面了 可能以后就会正常了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 我们俩可能就能正常地 就那种在公开场合 一起约会啊什么的 结果后来 让她陪我去拿快递 让她陪我吃个饭什么的 还是跟以前一样 就是不愿意出来 就她那天去了是吧 对 她就去过那么一次 然后又和以前一样 你是怎么在你们学校 是个明星 不是啊 我觉得你挺偶像包袱的 你知道吧 陆琪老师才这样 你说 不出去吃饭什么的 对吧 你怎么也这样呢 不是 我就是比较宅 我不太喜欢出门吃饭 我喜欢 好好好 谈两年了 对 两年多了 所有朋友等于只见过她一次 对 后来我闺蜜订婚了 然后就提前都跟我打好招呼 让我们一起过去 我也提前跟她讲了 结果又到那天前天晚上 然后她就跟我说 她又来不了了 主持人她那个闺蜜订婚的时候 都已经到暑假了 我妈给我打电话 说家里面有事情 那我只能回家 我就陪陪父母 然后我先回去了 她到时候 她闺蜜那个订婚 我觉得 其实我去不去都无所谓 因为我根本就不认识 她那个闺蜜 那她做不到的事情 为什么老是答应我 又做不到呢 这不是怕分手吗 那你知道她这毛病就算了 你就放过她不就得了吗 她这一系列的动作 我就觉得让我 特别没有安全感 就跟她在一起这么久 她身边的人 我都不认识 等于说到闺蜜订婚这件事 就是把你的安全感 推向了最高峰了是吧 这还有更夸张的 啥事呢 就是我爸妈都来我学校这边 说过来待几天 然后也知道 我俩谈了挺久的了 说一起出来吃个饭 然后她又跟我说 她又来不了 你父母来那两天 我不是正好有专业课 学校正忙的时候吗 我说过两天 就跟叔叔阿姨一起吃饭 那我爸妈不也挺夸容 挺理解你的吗 我爸妈都在这 多等两天 说等你有空的时候吃 然后你也说好 我们都把那个饭店呀 时间都订好了 然后那天 我跟我爸妈都到饭店 等她过来 然后她给我来个电话 又来不了 我觉得怎么这么多巧合呀 计划赶不上变化呀 那天我确实是有事呀 我家那个水龙头 你也知道 它那个就本来就不好用 它那坏了 我第二天早上起来 发现那水龙头它漏了 然后它就漏到 楼底下那个邻居家 那人家上来找我说 你要赔偿 肯定是我走不掉呀那当天 那我也只能 跟你父母解释 我后来不是还跟你说 我说让叔叔阿姨来我们家吗 他就是每一次 都有这么多的事情 这么多的理由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我先做一件事情啊 来 你过来 你也过来 来吧 面对那边 怎么着 能站近点吗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身旁的这位女士 怎么介绍啊 这是谁呀 叫谁 就是她是我女朋友 然后我俩就是 不是 你喜欢她吗 喜欢啊 你爱她吗 我爱她呀 这是谁呀 她是我女朋友啊 你就这么一个女朋友吧 肯定就一个女朋友呀 确定啊 确定 明确啊 明确 没有第二个啊 不可能有第二个 这是你唯一的女友对吧 对 行 那你喜欢她吗 喜欢啊 那你能拉她的手吗 然后你再给大家介绍一遍 这是谁 这是我女朋友 然后就是 我俩认识两年了 然后就 其实我挺喜欢她的 但是她就是 喜欢乱猜疑 我觉得这些事情就是 其实就是她想多了 行 回去吧 手松开 回去吧 你要真有什么担心的话呢 到时候播出的时候 这段肯定有 你看她乐了你知道吧 对对 你就在朋友圈里面一发 说我那个神秘的男友出现了 给你们看一看 这不就得了吗 其实我还是想就是 想让她 就是正式的那种 把我带到她身边 介绍她的朋友 家人跟我认识 理解 理解 就这个事听起来呢 你一开始听的时候吧 觉得挺奇的 就为什么会这样 但是慢慢你听听听听 听到了一些理由 也许是巧合啊 但是我相信有的时候 生活可能真有那么多巧合 但这个小伙子 大大方方拉 这姑娘在这说这些的时候 我想可能不是因为你想的 她还有女朋友啊 或者怎么着 那她为什么会有这么 异于常人的举动 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老师们 让老师们帮你分析分析 到底怎么回事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首先我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啊 女生 就是你所猜疑的你的男朋友 是不是有其他的恋情 是不是有其他隐藏的女友 我觉得基本上是可以否定 但是呢 她的性格就摆在这里 就是一个不大爱社交 甚至有些社交恐惧这样一个人 她说喜欢在家和你约会 不代表在家 你们俩就是大耳瞪小眼不说话 我相信你们也是亲密的 一起吃零食啊 一起做饭啊 一起看电影啊 就在家看电影啊 是很多你们私下空间 可以去完成的事情 她不太喜欢放在公共场合去完成 或者换句话说 她和人相处的距离 就只有亲密和没有 你把她带到饭局 她可能在那儿就是如坐针毡 这就是你选的男朋友的 这样一个特点 但这个特点背后呢 她也有她的专注和忠诚 她有她的固守和执着 我相信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也是无话不聊的 如果你是一个特别喜欢社交 社交属性很强 但能接受我的男朋友就比较宅 也许她将来毕业之后 选择工作就是在家就可以完成 也许她一生都不用出门 这是每个人的选择 当然可能随着时间的变化 每个人也在变啊 但是能变到哪里我们不知道 至少在现阶段你要去区分 或者你要去抉择 我的男朋友既有这样让我贴心的温暖感 又有这样和外界疏远的距离感 我能不能接受 如果接受你就不要再逼她了 好吗 谢谢 谢谢严老师 来 苏老师 我身边真有社交恐惧症的朋友 就是我们所有的朋友都知道 你就在她身边不要超过两个小时 就是那个待一会儿你会发现 她好像有点坐立不安了 站起来坐下来 站起来坐下来 我就问她 我说你以前有女朋友吗 你跟你女朋友怎么相处 她说我女朋友也有啊 她说我交往过的女朋友 是我不能跟她在一个屋子里待一天啊 她说就算我女朋友说路远 住在我这儿了 她要在另外一个屋子里住 如果你要是让我整晚上 跟她待在一起 她说我自己就会疯掉的 后来发现她说 她在另外一个屋子里待着 我就更难受了 我就感觉另外一个屋子里有人 我更睡不着了 这就属于那个社交恐惧症 比较高级别的 刚才那个品红老师分析了一下 她肯定没有其他的这个外心 我也持相同的观点 但是我觉得我们判断完 她没有外心之后 我觉得这个问题 可能更复杂了 如果真的只是一个简单的 中程度的一个事的话 你放下也容易 但是现在她的性格就是这样 你能不能接受一个男生 他不愿意参与集体生活 以后你们所有的约会 就是不能在电影院 不能在公开的场合 不能在餐厅 只能在家里吃吃饭 看看电影 打打游戏 你能不能接受未来的几十年 跟一个男人就重复这样的生活 所以我就建议这个女孩子 好好地去琢磨琢磨 你愿不愿意 从更长远的角度发展的观念去看 愿不愿意给自己的爱情 做一个理智的选择 全看你了 谢谢苏老师 这话里有话的 来 许总 男生啊 我不说你有什么社交恐惧症 我觉得你有点自私 你不顾及他的感受啊 你其实也不是说 不能到公众面前就对不对 请问你追他的时候 是在你们家追的吗 不是 你为什么可以在公众场合追他呢 追了多久啊 一个礼拜吧 那都是在哪呢 教室啊 校园里啊 操场 对不对 到处都是人啊 你为什么不能真诚地 坦白自己的原因和内在的苦衷呢 为什么一人再再再敷衍他呢 甚至于晃点他的父母呢 哪有那么多巧合的事 里头有多少是借口 多少是真实的 那这么做表现 你对于他来说公平吗 你就只要让自己好过了 开心了就可以 我觉得你所有的这些性格或成长 都是可以调整的 不可能一直是这样的 否则你会孤独一生的 所以你知道 当你在公众场上看到他的时候 你想我一定要追到他 那周我觉得你绝对不会只待在家里 对吗 你可以调整自己的 或者说你为了一个爱的人 去调整自己 完全可以 但为什么这么快就收回了 对他的所谓的这种好呢 或者包容呢 因为你不足够地爱他 一而再再而三地 应付他 还扮装一个小熊 然后去看他 然后转身就跑 你跑什么呢 你跑得越远 他的心伤得越狠 明白吗 分开了 不合适 就这样 谢谢齐总 来 陆齐老师 我认为你是有一些问题的 你是自觉于社会 所以你不想要社会性 不想要社会性的原因 有很多 肯定是有一定的情绪障碍的问题 当然 也会有其他一些原因 我们人类遇到紧张的事情 就会心跳加快 血液加速 它是给你提供动力 这个动力上你干嘛的 我们叫战斗或逃跑系统 要么我选择战斗 要么我选择逃跑 他全部选择了逃跑 这才是他身上最大的问题 你最大的问题不是宅 而是你遇到挑战 遇到紧张的时候 全部选择了逃跑 这个问题你需要证实 宅不宅的我完全能接受 但是凡事就跑 那以后就要出问题了 如果有一天 你女朋友在街上 我说去报警出了车祸 你怎么办 你怎么把他抱起来 怎么给他送到医院去 怎么去跟医生说 他怎么了 不恰当的比例 你想一想 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还是跑 该战斗的时候 我们是要战斗的 所以你要明白 你究竟是在 自我的世界里面生长 还是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 慢慢地变得越来越自我 这是我要提醒你的 至于姑娘 我们可以给她提供一定的支撑 但不要想着去拯救人 爱对我们来说 有时候是这个世界的阳光 但我希望你们明白 爱不是这个世界唯一的阳光 我希望你们能够找到 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的阳光 让你们的整个世界都充满阳光 就这样 好 谢谢陆琪老师 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 你们先看看你们上一轮 它在发展下去 有可能变成那样了 对 一个是自私 一个是逃避 要不得 所以在这段感情当中 这姑娘能不能有足够的力量 把你拉出来 你琢磨琢磨 要是拉不出来 把你放手也就算了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听了老师说了挺多的问题 然后怎么说呢 我觉得自己确实可能或多或少 有些就是问题吧 但是在今后的生活里 我一定就是 努力去做一些改变吧 努力去改正 但我希望你还是 我们希望还可以继续走下去 我和你在一起 时间也挺长的了 我觉得我来这个节目 也就是想 真的想知道你 可不可以做出一点点改变 哪怕我们一个月去看一次电影 出去玩一次 我都很开心 但你不能像以前一样 总是那样 我真的很 那样的话 很难给你做下去 谢谢两位请回吧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 是0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看看这对嘉宾 作何选择 请开门 他是被杀 不想面对逃跑的吗 其实就是自我获利嘛 我不可能让我受到一点的伤害嘛 还真提神 他所有重要场合都逃跑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